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22号 礼拜四 好 台北股市今天二话不说继续往上冲 越冲越高了 而事实上也改写了台股史上的一个新记录 原来台股史上第二高峰 也就是西元2000年的10393 在今天已经算是被突破了 今天的高点已经来到 我们够看一下这个画面了 今天开高走高一路冲上去 最高已经来到10403了 那我刚刚提到的西元2000年的最高峰 10393今天被突破了 换句话说呢 今天已经又缔造了新的历史的记录 也就是说台股史上的第二高峰 又已经在今天出现了 那当然因为这个台股的多头气势 还非常的旺盛 那当然随时可能还有新的数字会出现 新的高点的记录 可能会随时会出现 那当然 在庆祝台股不断地往上走高的同时 我也希望说各位能够随着股市的走高 而继续赚到更多的钱 不管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股 如果说就新的这一波 也讲的话 是从上礼拜四 应该上礼拜四 各位看一下它的画面 从上礼拜四六月十五号 发动攻击 新的一波的攻击 从上礼拜四六月十五号 这一天发动攻击的 那么从那一天 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话 算是连涨六天 一二三四五六 连涨六天 这六天涨了多少点呢 我已经用电视算机算过了 三百二十六点 看来的话 这个多头相当的泼辣 也相当的强悍 当然渔情渔利的话 我们也知道是说 光掌如果不休息的话 也怪怪的 所以渔情渔利来讲的话 台股说实在 也真的必须得休息一下 但是问题是 它就是不休息 你有想到它办法 而且走上来的话 量价都非常的OK 都非常的稳定 也没有什么过度放大 像昨天 我们各位看一下 昨天好不容易出现了 上千亿的成交量 一千零八十九亿的 今天马上又缩回去 这个厉害在这里了 就是说它能够 自动的控制它的温度 不会至于说过热 你过热的话 就容易失控 所以它昨天才放大量 到一千零八十九亿 今天马上又缩回去了 变成九百五十八亿 根本不到一千亿 所以整个量价 或者是温度 就成交量来看的话 非常的稳定 那更何况是 外资你也晓得 最近这几天 又变成买方了 根本就紧咬得多头的 后脚跟 紧咬不放的 所以台国才会这样子 如此的强悍 一天又一天的走高 一峰还比一峰还高 不过我还是要就事论事 当然我们能够承认的就是说 现在台国的确非常强悍 这一点 我想没有太多人能够否认 因为毕竟指数越走越高了 才几何时创了万点的高峰 但是所谓的台国史上 原来的第三高峰 10256已经被瓦解掉了 现在接下来的话 第二高峰10393 也在今天被瓦解掉了 说实在 谁也无法去做过多的预测 就是说原来历史上的最高峰 12682 也就是西元1990年递召出来的12682 会不会在今年 或者说可知到未来呢 然后再做一个突破的动作 整个是台国史上的新高峰 被改写掉 这个谁也都没法预测 就是只要你是成交量 一直维持这样的话 我讲过了 你老知道 新高了都维持这样的位 不要说现在12682 要挑战了 甚至于5万点 10万点 100万点 照给你过去 因为你的成交量 就是这么的稳定 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量价 量能配合整个价 就指数的一句话 非常的温和 我们各位看一下 昨天放大 今天为我一说 是相当的稳定的往上扬升 没有见到败像 真的 如果说你现在来看的话 你就是问世 真的没有出现败像 但是我必须要讲 指数每逢走高一阶的话 你只要走高一阶的话 你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修整 或者适当的休息 或者适当的整理 只要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那等于是说 你在指数走高 每逢走高一阶 等于是埋下一颗 新的不定时的炸弹 你再走高一阶 又没休息 那就是再埋下 新的一颗的不定时的炸弹 所以整个台股呢 这段路上来来的话 坦白讲 在不同的路段 不同的点位置 已经埋下了好多颗的 不定时的炸弹 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成交量还很温和 所以指数还真真的 有这个本事 因为没有肉半像嘛 还真有这个本事 就往上走 但是我刚才所提到 因为你有埋下了那么多颗 不定时的炸弹 而且埋在 你现在来讲的话 是我们透过人类眼睛 是看不到的 就是大自然的一个 未来的反扑的可能性 但是以现在来讲话 还在往上走 所以你明明知道是说 心里也可能会清楚 就是说 有可能某些地方 已经被埋下炸弹了 但是指数还在往上走 所以我们迫不得已 就跟着指数往上走 然后继续做多 我们这个主轴是做多的 到现在那么无情为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因为你不敢往上走嘛 那当然我配合做多啊 但是呢 也就是因为我们心里 又明白 有那么多颗的炸弹在那边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一个保护 就启动自我的保护的机制 一定要启动的 这个保护机制 就是我最近一直很会提到的 就是说 国家人来党 做多 他没钱来说 很好做 但是 你来党的威 尽量是 如果贪钱 还会去路车 有这样的人的话 记得下车 你如果没有下车的话 什么都不是 因为你只是看到上面上 数字在增加 你哪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突然间一闪 一刹那之间 全部都不适啊 可能全部都不见啊 都有可能的 有时候来 财富来得 莫名其妙地快 但是他如果走的话 也莫名其妙地快的 这个是 来去就是用一刹那来做 做这个解释 所以如果能够的话 你要把财富留住 就不能说只买不卖 你没有卖 那就在进花水月 只上富贵 我们今天也要做卖出的动作 也有 我们最近常常做卖出的动作 因为我必须要把 自己的会员 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上 要用安全的这个措施 来保障他们的活力 这是目前我所能够做得到的 就是说随着指数走高 我们要获利 强取好多 这个都没问题 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 指数往上走 你要不赚钱 还真的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你要能够赚到钱 而且要安全地赚到钱 那就真的不容易了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你各位能够明白 我的这句话的意思 我再讲一遍 指数往上走 你要赚到这个股票钱 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 没有什么困难度可言 但是要安全地赚到钱 来讲的话 那就真的要学问了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嘴巴讲一讲 就真的能够安全地赚到钱 你又要赚到钱 又要安全地赚到钱 这个真的要有两把刷子的 甚至要好几把刷子的 好了 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传出去的第一道讯息 6月22号早上 8点36分 那欧美股市来讲话 连迭两天了 幸好科技国 昨天 那时的会成巴拉利指数呢 就还在走高 事实阶梯走高 再加上外资呢 在现货期货 双管期下 都是做多的 台股 极有机会 这两天改写台股市的第二高点 的确 今天22号就改写了 为止做多为主轴 这一点 我们在最近一直跟过强调的 但是我们会随时挂架 建讨就收 今天就又有股票 建讨就收了 因为讲了就要做得到 不是光讲一讲 那会做不到 那这样讲的话就变得没意义了 又不是三岁小朋友 随便讲一讲都不负责任的 我必须得负责任 各个话我是利用的强势媒体 电视来跟各位讲盘的 我不只要对自己会员有责任 对于观众朋友 也是要有责任的 好像是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一定要做到赚钱 而且要懂得落代为安 因为落代为安的话 就表示真的赚钱了嘛 不是只是赚钱赚钱 你没有落代为安的话 怎么叫赚钱 好了 落代为安 这句话讲起来也很简单啊 问题是 你有沒有做到 一定要做到的话 那这句话讲的 我就觉得很坦然了 对不对 我们各位看一下 昨天的传单稿 昨天6月21号 昨天涨25点 我看这个地方内容所写的 台股这几天 不断地往上攻击 甚至于到昨天 到今天都是一样姿态不减的 必然是有原因的 这除了是 美国的稻穷指数 凭创历史新高 热钱持续地流露到 台币不断地升值之外 国内正进入股东会 以及除全席的热计 也有关系的 譬如说像今天 鸿海台郡股东会 你没有发觉到 今天台郡很强啊 这是我们手上的股票 这等一下会更会讲 下礼拜一呢 是台积电 要除息六块钱的除息日子 等等等等 也就是有这些题材 撑着 而且陈家団始终不见失控 因此难怪台股 才会涨得不累 一分还借一分高 好 那么昨天台股指数创新高的同时呢 成交量是见到了千亿以上 这是这个月份的第二次千亿大量 同时也是这个月份的最大量 这昨天 6月21号 但是严格来讲 千亿之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为什么呢 尤其今年都已经出现超过十次以上的千亿成交量呢 随着股市连还涨 这一季会就是成交了暴增狂飙 更的话 如今的指数呢 如此的逼近了台股市的第二高峰10393 当然今天已经闯过关了 我们尊重取是主抖 做多没错 但是刚才见好就说的时候 这句话我们是不能忘的 不只不能忘 而且一定要做 而且是常要做 为什么常要做 如果说今天没有什么行情 指数呢 动也不动 甚至也还在七八千点 晃晃晃 整理整理整理的话 今天要说常要获利下车 真的是有客观性的困难 获利下车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你说要讲到常常的长 这两个字或这两个字的话 真的在七千点的时候不容易 但是在一万多点的话 就变得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就看你要不要做 你有做而且能够是懂得 这个懂得满足 因为说实际上 人们在说 不管你赚什么钱 要懂得满足 你如果不满足的话 你每天都会觉得空虚 一定会在康备的 对不对 如果说一定会说 今天贪的钱没够多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房子卖掉 赚了两百万 我假设了 赚了两百万 哎呀 我赚到二十万 何必就等会急赞一时 你永远就想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不会快乐的 就算你今天房子都给你卖三百万 赚到三百万 赚到五百万 你还是一样不快乐的 为什么 你就是不满足 股票上面的一句话 依然是如此的 如果你今天买任何一档股票 其实我就真的这么做 我今天建议任何一个会员 今天买任何一档股票 还没买之前 我就先想这档股票 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然后呢 就想说这档股票呢 能够大概赚到多少钱 如果赚到少少钱的话 我可能就放弃不买 我就不会买它了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经过一个初步的计算 这档股票呢 可以让我们赚到钱 而且可以赚到 超过三百万以上的 至少要三百万以上 那么这档股票 我们可就选择了 好了 选择了 建议你买之后呢 其实同时 我也是设定好这档股票 大概什么价位 我一定要出 那把这个价位 我就设定在我的电脑里头了 当然这个价位一到的话 电脑会通知我的 亲爱朋友 你懂我意思 所以呢 当你这档股票 买进去之后呢 其实在我这边已经设定好 这档股票 大概什么价位 我会让你卖出去 所以呢 但这个价位一到的话 我就一定要让你出去了 而且不是留什么二文之一 留三文之一的 我从来不做那种无聊的动作 留二文之一 留三文之一是干嘛 是没有把握 是不是 如果冲上去的话 就告诉你看 我它报道越报越高 如果等一下去的话 就告诉你 我卖掉了 永远带着这种灰色的地带 灰色的心思 我觉得是不够营养的 也不够成熟的 也不够负责任的 所以呢 你会看到我的下车指令 就是把这两股票 一定是出掉的 你两个要那么高 我们不要紧 老公真有保护 你如果落去的 常常发生哦 我买掉了再落去哦 这样最好 这样表示说 我出掉了这么水 不管如何 我希望说 大家有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当我建议你买的时候 你就给他阿萨里买下去 当我建议你卖的时候 更需要阿萨里的 给他卖下去 这样的话 就落代为安了 一旦落代为安的话 表示我们这档股票 收工 落代为安 钱赚到了 当然我们随时准备 进场下一档股票 这样的话 就很棒啦 是不是 其实做股票 就应该如此的 就算我不是我带你做 我也希望你能够 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只要能够做到 确实实实地 做到这种程度的话 我相信你今天 也不用需要我了 你也不用需要 任何一个老师了 因为你自己 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说实在 讲了那么多 几个人能够办得到 明明是很简单的事情 还不见 大家都能够办得到 我们今天有下车 各位看一下 今天是6月22号 早上8点36分 根本还没开盘的时候 其实我想各位能够了解 你看我的节目看久了 你也应该能够知道 就是说 我常常股票 就是下车的时间 都会在9点之前 就让你挂好股票了 为什么 因为9点开始 盘就动啊 盘一开盘之后 营业也是很忙的 你给它挂单 不知道 会不会在那个里挂下去 或挂错数字 那就很麻烦了 而且如果说你假设 你是自己网路下单的话 万一按错数字 所以如果说有充裕的时间 让你好好的 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敲得正确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们尽可能在 8点多就传讯息给你们 各位看一下 我们把它拉近一点 8点36分 今天早上 建议台郡代号 一定要给你的 万一你网路下单的话 就能够精准的设定好 这档股票了 117.5的 做获利下车的动作 当然成交了 因为今天不止117.5 各位看一下 我们非常诚实 117.5在这里 后来我拉到更高 收盘收到最高 但是呢 不管如何 我们这档股票 是真的落代为安了 收工了 落代为安了 这档股票 我们已经联想几天了 你可以看到 获利中这19号 21号 昨天 获利更上一针 今天再拉到更高 下车 一趟路赚完赚4块 83.8%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你只要这档股票 我们设定的范围 不到3%以上的话 我们通常不会去买你的 只要这档股票 就是价差 它的获利幅度 小于3%的话 我们通常 不会鼓励你去买的 也就是 我建议你买 任何一档股票的话 通常价差 一定都要超过3%以上 这档还算还少了 3.8% 还有呢 其实这几天以来 我们都是不断地 这样子创造一些 旌旗 创造一些获利 我们各位看一下 郁金光 那这个更多趴了啦 这是当时 一个空单下来 你不要以为说 一万多点不能放空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所写的 做多赚来多 做工赚来快 我不是跟你写那心生的 不是写那身体健康的 是什么画面 让它更缤纷 不是这样子 写了 就是要做得到 因为这种盘式 我不会在乎它几点 在哪里边呢 我在乎的是 成交量够大 我自然能够有这个办法 那你就赚到钱 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就是能够赚得到钱 郁金光这档股票 我们就上下 空单也做了 多单也做了 上下起手 放空 补在6月7号 补下去 赚到40块钱 然后之后呢 再切入进去做多 当天就跑到涨停板 隔天拉高 卖出 一个做多 又变成赚21块 所以空单赚40 多单再赚21块 这样子砍6 若代为安 61块 6万1000块 若代为安 多空都包了 那所以呢 你看做股票 做到正程度 心理观的话 也是很快 另外15号切进去 切入就是要赚 你看另外16号 切出来了 下车了 进去 出来 两天时间 两天收工 3.5% 又是收工若代为安 速度快吧 所以呢 为什么叫飞越十倍速 就是一样飞的感觉 为什么十倍速的速度 就是速度的感觉 但是呢 我也希望说 创造一个十倍速的获利 不是只有速度而已 尽量是强取好多 能够赚多少 算多少 尤其是现在的行情 还算是蛮好赚的一段时间 好了 记得 要找我很简单 我就在公司里面 公司就在广告里面的电话课 找得到的 希望您主动一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可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而拍气密窗 地震真可怕耶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地基趴下 掩护 稳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永备无乱 临阵无乱 各位好 欢迎回到 非悦时备书现场 我是蔡一张 你想外听人家就说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更高境界就是说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或者是在更高更高的境界是说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当然你听多了 如何在股市里面变成 见山不是山 或者说见山还是山呢 其实我要跟你建议就是说 因为太多人呢 以现在大盘指数来到 一万多点的时候呢 忽然不敢做股票了 我告诉你 见山就是不是山嘛 一万多点又如何嘛 你要无视于它的存在 你有聚高症的话 那我告诉你 在股市里面不能有聚高症的 你现在生活可以有聚高症 但是在股市里面 千万不要能聚高症 有时候你越高 反而越好做 为什么 因为越高的时候 代表成交量可能就越大 成交量越大 股价就越活泼 只说期货也是一样的 那当然好做啦 难道你希望说 等到回到七千点 或五千点 四千点的时候 成交量不见了 你再来操作股票吗 或许那时候股票比较便宜 但是第一点 没定没当 没成交流嘛 第二点 你怎么知道跌完呢 搞不好还会跌得更深呢 所以在无法预测的一个过程 或者无法预测的 一个整个环境当中 那不要操作股票了 宁可不做 现在是好做的时间 所以现在不要去管一万多点了 一万多点在我眼中来讲 根本不是指数 多高多低的问题 而是在成交量多问题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我多也在做 空也在做 谁说一万多点的时候 不能做空 我偏偏可以空给你看 而且还常常赚到钱 还赚得很多 赚很快又很多 你现在看来 连续看几档都是放空的 明明在一万多点的时候 放空赚到钱 互动空下去补起 三天时间落代未 互动六月十四号补的 六月十四号补的 还有一个中美金 空下去补起来 也是做空 落代未安的 然后再看来这张 这更厉害了 赚得更多一点了 空下去补在这里 四天的时间 而且补在最低点 当天276 也是八点多挂加的 偏偏276 还真的补得到 因为变成卖出界 那当然补得到了 四天的时间赚多少 15块钱 一张赚一万五千块 5.15%又砍六落代未安了 我刚刚讲的郁金光 赚得更多了 郁金光是空下去补起来 赚40块钱 然后再做多上来21块钱 61块钱 这个是赚15块钱 但是这个时间很快速 四天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等于是自己的挑战自己 是不是能够再创造更棒的奇迹 而不是只有这样子 如果只是这样子来的话 就太容易满足了 要能够学会满足 但是不是太容易满足 太容易满足的话 就不求上进 真的 听得懂 要懂得满足 但是不要太容易就被满足掉 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两句下来的话 我们就觉得 可以满足 但是呢 没那么容易被满足的 怎么说 你先看一下 6月15号那天王姐买进去 很幸运的 买开完价是99块1 当年收盘是101.5 我写了又要赚了 那如果说101.5的话 到这个6月21号来的话 也是 就是到103块了 赚到30块9了 我没那么容易被满足的 即便是已经超过3%来到3.9%了 还没满足 所以今天6月22号的时候呢 又多涨了1块半 变成104.5了 我们赚到5块4 5.4%了 还没满足 比如我们还没下车 亲爱的朋友 就是这样子 这个1块5.4%了 还没下车 所以呢 你刚刚看到那么多档股票 就是我们一一的下车去了 或者是说还没下车的 你觉得 是不是很光鲜亮丽 对了 是这么的光鲜亮丽 为什么呢 我不会在乎1万多点 我在乎是说 现在成交量够大 可以让我们的上下起手 非常的左右红颜 能够这样子 如鱼得水一般的赚到更多的钱 我希望说 带您是安全的去赚到更多钱 绝对不是说 非常的危险的境界之下 在赚什么钱 我觉得你赚起来心里不安的 尽量能够的话 我带你安全的赚到更多钱 可以吗 好了 记得 找我非常简单 我在公司里面 公司就在广告中 会找到我们公司的电话的 希望您想赚钱就主动一点 好吗 好的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股票操作顺利了 谢谢您 投资风险 与所推荐分析出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出品呈进去 出品区 出品了 出品é 出品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运达组部蔡老师 免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从锁飞跃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桂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7810909 027810909 来来来 包租公包租婆看过来 自106年1月1日起 住宅租约必须资计